新闻来源 上官新闻 今天从大洋彼岸传来消息 复旦大学刘美博士孙某某 换了新衣 比了短发 经复旦大学美国校友会安顿 已搬入离时住处 暂时结束了他在纽约街头 整整16年的流浪生涯 年过半百 饱经沧桑的他 通过视频最新发声 我非常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朋友 使我重新振作起来 网友复盘孙博士的教育经历 从中国到美国怎么就走上了这条路 甚至还发现了他作为物理专业少年班学生 跟当年复旦同学一起 与同为物理学家的复旦老校长谢希德合影 原来孙博士本科毕业于复旦 赴美获得硕士 博士学位 还做过一两年的博士后研究 曾在华尔街从事计算机工作 月薪最高达到每进六位数 然而他自言 因为与婚姻等相关的生活变故 身心遭遇沉重打击 孤独与幻想占据了他的人生 孙博士被在美孝友发现时状态 于是 昔日英才金河赛的叹息 再次迁出了舆论 少年班又成了被反思的话题 说起少年班 绕不开创办于1978年 春天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在最初进班的天才少年中 最小的只有十岁出头 从李正道到杨振宁 在儿立之年就拿下诺贝尔奖的华人物理学家 均提词寄予厚望 然而 作为少年班的明星学员 当年13岁入学的宁博 后来却半路选择出家 引发社会对少年班的一波集中讨论 其实对于如今复旦刘美博士 从巅峰到谷底的流浪史 该反思的并不是要不要扮少年班 而是究竟该怎么扮少年班 不可否认 在人群中千百年来 存在天才诞生的一定概率 但天才不等于成才 更不等于发展成为杰出人才 那么承认天才就应当承认 天才也需要选拔 也需要培育 更需要个性化的人才培养 在此意义上 假若停办少年班 班上学生全部按照普通高中生 甚至普通高校本科生的培养路径 就基本上属于人才极大浪费 反倒可能造成新的流浪博士 邱成彤教授在复旦大学发声 少年班到底应该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对于这个问题 费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成彤 自带反思 几乎与博士流浪汉被发现的同时 邱成彤在复旦大学 世界华人数学家联盟年会期间宣布 全国新增约20所中学开办 邱成童少年班 由此 不到三个季度 邱成童少年班的数量翻了一番 遍及人大附中 清华附中 深圳中学 西工大附中 以及护上华东师大二附中 等近40所名校 邱成童院士也直言 曾有不少天赋异禀年少成名的学子 当时被外界大量宣传甚至炒作 但十年之后就不见人了 他表示 其命名的少年班半班规模 大约每年一两千学子 因为每年高考上千万人中 有潜力成为数学家的 只要几百人就够 这些从初中培养起来的青少年 未来将成为全国各地数学科学的领导人才 投身基础科学研究 中国本土 有许许多多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却至今没有一名菲尔兹奖得主 而这一数学界莫奖的年龄上限为40岁 很显然 少年班培养目标是学术型大师 不是指望他们像孙博士当年那样 去华尔街搞金融发财 或者开公司报复 邱成童强调 这一点需要家长包括老师清楚 不然就不必报班开班 有不现实的想法就不要来 这条路光明却不平坦 不能出现偏差 上月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 以个人名义 向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捐赠两亿元人民币 用于支持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楼建设 该笔捐赠也成为中国科大建校以来 金额最大的一笔校有个人捐赠 人各有志 路有不同 与宁博那一代同时出道的同学张亚琴 在改革开放那一年 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在职业生涯中 曾任微软中国董事长 百度总裁 现为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在今天的中国科大 少年班学院 构成了由少年班 理科试验班 创新试典班 所组成的英才培养体系 目前已发展为中科大一个重要的本科生学院 据统计 这四十多年来 少年班学院毕业生中 有国内外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 也有感动中国的时代楷模 历届毕业生到国内外教育科研机构 继续深造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八十 很多人在国内外著名学府 科研机构中脱颖而出 成长为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也有许多人在IT 金融 制造等行业取得令人瞩目成就 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辩证地讲 不能要求每个天才都成为国家栋梁 更不能要求少年班的每个人都情志双全 出类拔萃 如期如愿成为中年英才 孙博士 这样沦落一国他乡的特例 不会影响各地卓越人才选拔机制 和培养特区的建立 同时注意控制总量 确保质量 少年班这样的雪苗拔尖试验田 在国内外都不是没有成功的个体案例可以取见 关键在于怎么栽培真正优良的种子选手 金言一学一科又接受全人教育 在各领域引领风骚 更多创造世界一流